各位早上好 欢迎搭乘2022年5月11号 星期三的凤凰早班车 我是郭杨子 全球观众朋友 大家早安 我是阿翔 想以头条带一关注到 是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成立百周年大会 5月10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隆重举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表示 青年的命运 从来都同时代紧密相连 100年来 广大团圆青年 为国家和人民贡献了青春 建立了重要功勋 历史和实践证明 中国共产团 不会为党的忠实助手 和可靠后备军 习近平表示 中华民族是历史悠久 饱经沧桑的古老民族 更是自强不息 朝起彭博的青春民族 千百年来 青春的力量 涌动和创造 始终是推动中华民族 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 彭博力量 青春孕育无限希望 青年创造美好明天 一个民族 只有寄望青春 拥抱青春 才能兴旺发达 中华民族 始终有着 自古英雄 出少年的传统 始终有着 长江后浪 推前浪的情怀 始终有着 少年强 则国强 少年进步 则国进步的信念 始终有着 希望寄托在 你们身上的期待 习近平强调 青年的命运 从来都同时代 紧密相连 从新民族主义革命 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再到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以及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新时代 不同时代的 共青团 广大团圆青年 都贡献了青春 建立了重要功勋 他们不怕牺牲 欲学奋斗 向科学 困难和荒云进军 在脱贫攻坚战场 摸爬滚打 在疫情防控一线 披甲出征 为争取民族独立 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 人民幸福 而贡献力量 铺泻了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进程中 激昂的青春乐章 习近平表示 这次隆重集会 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成立一百周年 就是要激励广大团圆青年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新征程上 奋勇前进 时代各有不同 青春一脉相承 历史和实践 充分证明 中国共产团 不会为 中国青年运动的先锋队 不会为 党的 忠实助手 和可靠 后备军 富皇卫视 综合报道 另外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成立一百周年大会时 寄予新时代青年 有责任 有担当 青春才会闪光 习近平表示 一百年来 共产团坚定理想 使之不渝 形成了宝贵经验 这是共产团面向未来 再立新功的重要遵循 习近平强调 百年征程 塑造了共产团坚持党的领导的 立身之本 历史充分证明 只有坚持党的领导 共产团才能团结带领青年前进 推动中国青年运动 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协行 百年征程塑造了共产团 投身民族复兴的奋进之力 党的奋斗主题 就是团的行动方向 历史充分证明 只有牢牢扭住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这一主题 共产团才能团结起 一切可以团结的青春力量 唱响壮丽的青春之歌 习近平给共产团提出四点希望 坚持为党育人 始终成为引领中国青年思想进步的政治学校 自觉担当尽责 始终成为组织中国青年永久奋斗的先锋力量 先系广大青年 始终成为党联系青年 最为牢固的桥梁纽带 勇于自我革命 始终成为紧跟党走在时代前列的先进组织 有责任有担当 青春才会闪光 青年是 常为新的 最具创新热情 最具创新动力 党和人民事业发展 离不开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的拼搏奉献 只有当青春同党和人民事业高度契合时 青春的光谱才会更广阔 青春的能量才能充分迸发 习近平强调新时代的广大共青团圆 要做理想远大信念坚定的模范 要做刻苦学习 锐意创新的模范 要做敢于斗争 善于斗争的模范 要做艰苦奋斗 无私奉献的模范 要做重得向善 严守纪律的模范 习近平说 历史和现实都证明 中国共产党是始终保持青春特制的党 是永远值得青年人信赖和追随的党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 中国共产党是先锋队 共青团是突击队 少先队是预备队 入队入团入党 是青年追求政治进步的人生三部曲 习近平强调 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1937年 毛泽东同志为陕北工学成立提词时说 要造就一大批人 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 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 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解决 党中央殷切希望 共青团能够培养出一大批这样的先锋分子 这是党的殷切期待 也是祖国和人民的殷切期待 中国家主席习近平 10号下午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了电话 习近平表示要规划好未来五年中法合作重点 也希望法方推动欧盟坚持正确对华认知 双方并就乌克兰局势交换了意见 习近平指出 过去五年他和马克龙保持密切交往 引领中法关系保持积极发展势头 推动双边合作取得丰硕成果 在应对气候变化 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问题上 体现了大国责任担当 中方愿同法方继续密切各层级交往 推动中法关系健康发展 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 习近平强调 要通过双边对话机制 规划好未来五年中法合作重点 在推进民用核能 航空航天等传统领域合作同时 加大推动人工智能 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 中方愿扩大法国优质产品进口 欢迎法国金融高技术企业赋华开展合作 希望法方为中国企业赋法投资合作 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要利用好2024年中法建交60周年 巴黎奥运会等重大契机 加强中法人文交流 促进相互了解 中法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 支持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 习近平指出 中欧关系稳定健康发展 符合中欧及各国人民利益 中方赞赏法方坚持战略自主 希望法方推动欧盟坚持正确对华认知 同中方相向而行 妥善管控分歧 希望法国作为欧盟轮值主席国 为推动中欧关系健康发展 发挥积极作用 马克龙表示 法中建交以来 双方一直秉持开放精神 积极发展法中关系 法方愿为促进欧中关系发展 发挥积极作用 两国领导人就乌克兰局势交换了意见 一致认为有关各方应该支持俄乌 通过谈判恢复和平 习近平强调 中方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劝和促谈 支持欧洲国家将欧洲安全掌握在自己手中 要特别警惕形成集团对抗 对全球安全稳定造成更大更持久的威胁 马克龙表示 在乌克兰问题上 法方同中方拥有很多共识 法国和欧盟坚持独立自主战略 不赞成也不会参加集团对抗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我们再来关注一则消息是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10号致电诺瓦克卡塔林 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 习近平指出 今年来中雄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 两国高层交往频密 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 在国际和地区事务当中 合作良好 他高度重视中雄关系发展 愿同他一道努力 深化两国政治互信和传统友谊 加强在双边以及共建一带一路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等框架内 合作推动中修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迈向新台阶 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那么关于法国方面的话题 我们请来时事评论员杜平先生 为大家做点评分析 杜先生早上好 你好 杨子 您认为法国在中欧关系当中 到底起到了怎样的一个作用呢 对 法国在中国和欧盟 这个双边关系当中 起到作用比较特别 因为它在欧盟里面 这个角色还是很重要的 有一定的影响力 但是最近这几年时间里面 欧洲对中国的看法 就发生了比较大的一个变化 欧洲对中国的一些政策 也出现了一些反复 就是到现在为止 给人家感觉就是欧盟 在对中国的这个政策问题上 好像的方向不是非常的明确 主要的原因就在于 就是欧洲内部 就是欧盟内部 很多的事情 可能使得这个对华关系的 基本的方向呢 受到了一些牵制 那么欧盟的外部 包括美国的因素干扰也比较多 所以到现在为止呢 就是这个欧盟在对华 整体的合作方面 实际上是这个基本上 处于一种这个非常混乱的状态 那么所以这一次 习近平主席跟法国总统进行通话 实际上就是希望 把很多的问题给理清楚 然后希望法国在当中 能够发挥一个中流抵住的作用 特别是这个能够改变 就是欧盟的整体的政策 被少数国家所绑架的这个局面 那么法国能不能做得到 我想就是说在这种 现在相当复杂的情况之下 特别是在乌克兰危机 这种形式之下呢 就是能够做到一部分 但是整体上来讲的话 可能还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前两天之前 新民主席也跟德国的总理 舒尔茨也通了个电话 实际上大致的基调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就是法国和德国在欧盟里面 他必须要承担起 这个领导者的角色 但是现在有点 在相当多的问题上 特别是对中国的认识 和政策的这个实施方面 还是处于一种 好像失控的状态 就是说在这个当中 好像他们自己也感到很为难 那么有的问题 其实就是什么个状态 就是随国逐流 那么当然中国方面 希望欧盟 他有这个定力 因为欧盟现在的国家比较多 陈原国比较多 大大小小的国家 反正在对华关系方面 就是看法就确实相当不同 但整体的方向上 应该保持基本的不变 但现在出现了一个 就是很难预测的状况 希望法国能够在这当中 发挥一个作用 法国也有这个实力 也有这个意愿发挥作用 当然德国也是非常重要 但是未来一段时间里面 还要看整个欧洲的 基本的形势 特别是一些主要的陈原国 在他们自己 本身的需求方面 他必要认得清楚 就是在对华关系方面 他们到底需要什么 能够得到什么 能够对欧盟 带来什么样的好处 或者是双方之间的合作 对各方 能够带来多大的好处 这个都需要厘清 但是现在他们看的 还不是很清楚 是 了解 也谢谢杜平先生的 点评与分析 稍后回来带您关注更多消息 一会儿见 欢迎回来再关心俄乌局势 俄乌战事持续当中 俄军在乌克兰东北部边境一带 加强了攻势 乌克兰诗号就表示了 乌军发动了反攻 歼灭了俄国士兵 而最近几天已经从俄罗斯的军队手中 夺回了第二大城市 哈尔科夫 北部还有东北部多个村庄 这也可能预示着战争的势头转变 阻截俄罗斯的主要攻势 美国国家情报局局长海恩斯 10号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 出席听证会时说 俄罗斯总统普京 正为乌克兰的长期冲突做准备 他认为 更难预测普京在未来数个月的行动 甚至有可能会有战事升级的迹象 乌克兰国防部10号公开视频 展示乌军在哈尔科夫地区 以反坦克榴弹发射器 踢中一架俄罗斯T90坦克 乌军在相关战区的新闻观证实 乌方最近几天已经夺回了哈尔科夫北部 和东北部多个定居点 歼灭俄国士兵 并且把俄军击退 分析指 乌军在哈尔科夫地区的反击 可能预示着战情进入新阶段 就是乌军开始反攻 有英国智库透露 乌军正在向俄军后方补给线推进 试图切断补给线 阻碍他们在南方的行动 不过 乌方仍然遭到俄军猛攻 乌克兰国家通讯社9号报道 乌克兰武装部队海军航空兵副司令被扎一 在乘坐一架米14直升机执行任务时 被俄军导弹击中身亡 在南部黑海重要港口城市 奥德萨再遭轰炸 一座购物中心和一座仓库被击中 乌克兰军方表示 俄军向奥德萨发射七枚导弹 袭击造成一人死亡 五人受伤 在东部的马里乌布尔 市长伯伊勤科10号要求亚苏钢铁厂停火 已查证场内已经没有平民被困 俄军持续对钢铁厂发动猛攻 马里乌布尔官员估计 至少还有一百名平民留在这座 错综复杂的巨大地下掩体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则表示 鲁干斯克轻俄武装 在俄军支援下 完成了对波帕斯纳亚地区 民族主义分子的清剿 并突破乌军的纵身防御 发言人科纳申科夫表示 俄军还摧毁了多处乌军指挥所 军事装备集结区 以及位于尼古拉耶夫州的 五个弹药和燃料库等 美国国家情报局局长海恩斯 10号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 出席听证会时说 俄国总统普京 似乎正在为一场长期冲突做准备 他说俄军在乌东顿巴斯地区的胜利 可能不会令战争结束 有迹象更表明 俄罗斯希望将陆地桥 延伸到摩尔多瓦的 德涅斯特清俄分离地区 北约则加强军事训练 在德国西部城市明斯特 9个北约成员国进行联合军事训练 共出动7500名男女士兵 演练自走炮和破击炮的射击 以及协调各部队的军事合作 另一批北约部队则在立陶宛 一个军事基地进行防止生化 袭击演练 士兵身穿防护装备 并冲袭坦克 学习如何应对可能的生化袭击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凤凰卫视记者与乌克兰基辅州 紧急安全部负责排雷事务的小组 一起进入部队市参与当地的排雷工作 一起来看凤凰记者从当地发回来的报道 他们在等我们 给我们衔接 然后呢 这是去我们接警官宣布的 接我们进去拍摄这个地雷的事 其实你看这给咱们拍到火很细 他们都在风上风上风上风我们也得穿上 因为现在这片说是俄罗斯人 俄罗斯人当时埋了好多雷 在这个居民区里面 现在我们要进去跟他们一起参加排雷 你看大家所有的人都得穿上防弹服 所以说我们现在嘛要穿上防弹服 他们那边发现肯定有雷了啊 你看 这是一个碎片 这是一个碎片 这是他们查出来的 哇 这是他们查出来的雷 прилетело две мины с той стороны одна мина разорвалась в огороде вот здесь вторая мина взорвалась где-то не взорвалась, а упала сюда и не разорвалась поэтому мы вызывали несколько раз минеров чтобы разминировать вот этот участок территории но мины, как говорится, пока никто не нашел это 100% потому что здесь разорвалось несколько мин но здесь разорвалось очень много вот эта полностью территория полностью она была атакована из всех видов зброи сюда летели грады и мины летели и танки били напряму на воду мин впалась по углам до будинку и плюс на том где-то там есть вот это тоже разорвалось что-то еще разорвалось и еще разорвалось и еще разорвалось Украина Украина天然气 что-то еще разорвалось и еще разорвалось и еще разорвалось в целом ценность Соответственно-lobberg и各域 и全顾支付 受影響的 舒汽路线 每天運送 大约 3260万立方米的天然气 乌克兰国营石油天然气公司首席执行官 维特联科警告 输欧天然气供应可能会下跌三分之一 但乌克兰本土供应不会受到影响 受消息影响 欧洲天然气价格一度上涨8% 价格随后有所回落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10号是以视频的方式 分别在马尔他还有斯洛伐克议会发言 继续地呼吁抵制俄罗斯 德国和荷兰外长当天访问乌克兰 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就强调 德国正在逐步减少依赖俄罗斯能源 泽连斯基以视频方式在马尔他议会发言 呼吁马尔他政府停止向富有的俄罗斯人提供优厚待遇 包括签发黄金护照 他指俄罗斯富人会利用马尔他的法力逃避制裁 在斯洛伐克议会发言时 泽连斯基就表示 欢迎欧盟对俄罗斯的新一轮制裁 对于欧盟准备禁运俄罗斯石油 而斯洛伐克已向欧盟寻求豁免 泽连斯基说 体谅斯洛伐克没有办法 马上停止进口俄罗斯油气 但他指任何国家都应该放弃俄罗斯能源 为了自由是要付出代价 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和荷兰副首相 兼外交大臣胡克斯特拉到访乌克兰 同泽连斯基会面 讨论了乌克兰局势和乌克兰加入欧盟的前景等问题 泽连斯基感谢德国和荷兰对乌克兰的支持 并邀请两国加入乌克兰战后重建 贝尔伯克和胡克斯特拉参观基辅 贝尔伯克更与基辅市长克里奇科举行会谈 他强调德国站在乌克兰一方 贝尔伯克是自俄乌二月爆发冲突以来 首名访问乌克兰的德国政府高级官员 与乌克兰外长库列巴会见记者时 贝尔伯克强调 德国正逐渐减少依赖俄方能源 最终不需要俄罗斯的能源供应 库列巴对此表示欢迎 贝尔伯克当天也主持重开德国驻基辅大使馆的仪式 他表示德国大使将率领骨干人员 确保大使馆最低限度运作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那么根据俄罗斯媒体的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9号二战胜利日 一度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一张 这乌克兰士兵的照片 但是这张照片被发现 士兵佩戴了二战时期的纳粹徽章 近日俄罗斯网站报道 乌克兰国防部当天也是发布了这张照片 在照片当中 士兵是佩戴了纳粹德国党卫军第三装甲师的骷髅徽章 而这只装甲师曾经屠杀法国平民和波兰犹太人 这个骷髅头的标志也是新纳粹分子 以及白人至上主义者使用的仇恨符号 相关的照片没有多久就已经被删除 泽连斯基曾经指责俄罗斯在乌克兰推行纳粹主义重建 而俄罗斯总统普京则批评美国以及其北约盟友 支持乌克兰的纳粹主义 表示针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是要先发支援打击侵略 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美国方面 联合国大会今天是补选人权理事会 因俄罗斯暂停成员资格出现的空缺 另外美国是出现了40年来最高通胀 拜登归咎于是新冠疫情以及俄乌战争造成的 今天我们要和华盛顿直播室的记者王佑佑一起关注美国焦点 同时也请来了杜平先生上线 待会儿帮我们点评分析 首先要把时间交给华盛顿的优友 好的 详译 我们先一起来看 联合国大会10号补选捷克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 以接替被暂停成员资格的俄罗斯 在当天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补选中 与俄罗斯同属东欧地区的捷克以157票当选 任期从10号到2023年12月31号 联合国大会此前在4月7号召开乌克兰问题紧急特别会议 投票通过暂停俄罗斯在人权理事会成员资格的决议 俄罗斯随后决定自当天起提前终止在人权理事会的成员身份 联合国10号表示受俄乌冲突影响 乌克兰的难民人数已经增长至1400万人 在过去两周内乌克兰境内的流离失所人数就增长了超过32万人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10日向记者表示 据国际移民组织数据统计 受到俄乌战事影响 已经有近1400万的乌克兰人沦为难民 其中800万人在乌克兰境内流离失所 另有590万人逃往邻国避难 哈克表示 在过去两周的时间内 乌克兰境内的流离失所人数就增长了32万余人 利用270万以前曾经离开家乡的难民返回到了居住地 但其中约35万人表示 鉴于局势发展 他们会将再次离开家乡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Today said that nearly 14 million people have been forced to leave their homes over the last couple of months More than 8 million people had been internally displaced across the country by the end of April An increase of 322,000 people in just two weeks 哈克表示 联合国负责人道事务的副民事长格里菲斯 已经前往土耳其首都安卡拉 并与土耳其外长等官员进行会面 讨论如何帮助联合国人道援助 进入到乌克兰并开展地面工作 It was received in Ankara yesterday by the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Mevlet Kavashoglu and presidential spokesperson Ibrahim Kalin The discussions focused on Turkish support to the UN's efforts towards progress on pressing humanitarian concerns 联合国民事长古特雷斯 近期还访问了乌克兰邻国 摩尔多瓦 摩尔多瓦共接纳了至少50万逃离乌克兰的难民 古特雷斯表示 乌克兰战事对整个地区和世界的影响是深远的 战争升级之后的后果很可怕 而枪声也必须得到停止 凤红卫视 陈寅倩 江广富 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10日就通胀发表讲话 拜登将美国的高通胀归咎于新冠疫情 对经济造成的破坏 以及俄乌战争 拜登表示正在讨论是否取消特朗普时期 对华加征的关税 但尚未作出决定 在4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出如前一天 拜登在白宫就控制通胀发表讲话 拜登将美国40年来最高通胀 归咎于新冠疫情和俄乌战争 拜登表示 应对通胀是他的政府目前的首要国内任务 最新民调显示 汽油租金和食品成本上涨是公众最关心的问题 近六成美国人不赞成总统对经济的处理方式 彭博社报道指出 拜登的高级助手们得出结论 民主党最好的中期选举策略 是试图与共和党的政策形成对比 拜登当天也再次批评 共和党的税收和经济提案 称自己对抗通胀的计划将降低成本 而共和党则寻求对许多美国人加税 相信我 我明白这些惊喜 但实际上是 国际国人 不是所有的 但巨大美国人 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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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登被问及是否会取消对华关税 以帮助控制通胀时 拜登表示 政府正在就此进行讨论 尚未作出决定 美国财经媒体CNBC指出 取消特朗普时期的对华关税 会在多大程度上降低通胀 是经济学家之间争论的问题 但许多经济学家指出 放松或完全取消这些关税 是白宫目前可用的少数选项之一 我们现在在谈谈 我们在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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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说 我正在谈谈 我告诉你 我们在谈谈 没有决定 有决定 对 现在对拜登来讲 在美国国内 就通胀就是他最大的敌人 因为涉及到选举 马上就剩下几个月了 所以现在呢 对于他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 包括比如说上个星期 联邦储备局就是提高利息 然后他自己本人也宣布 削减财政赤字等等 但这几个重大的宏观措施 基本上也没起到什么作用 那么现在就讨论 就是其他的问题 其他方面是不是还有别的一些办法 但是看到的选择确实是不多的 包括他要求一些制造商呢 减少开支 减少成本 然后以便减少降低这个商品的价格 然后呢 就谈到这个中国这方面的贸易问题 也就是特朗普实在实施的 这个高关税等等 但是现在这些问题上呢 应该也是很难做到 第一个主要是涉及到 比如说这个制造商 生产成本的问题 这个也不是说 美国政府就可以决定的 第二个呢 就是在对华 这个高关税这个问题上 其实已经讨论了很多次了 或者是相当长时间都在考虑 但是并没有做出一个最后的决定 涉及到这个美国政府内部的一些分歧 一方面就是从商务部门来讲的话 当然这个降低关税 或者取消对中国产品的关税的话 是一件对他们来讲应该需要做的事情 因为它涉及到中美双方的整体的贸易关系 第二但是呢 从安全部门 特别是白宫的安全 国家安全委员会来讲的话 他们认为说这是一个工具 它可以保留的话 可以继续对中国施加一些压力 或者在其他问题上 通过这样的工具来搅动中国的一些政策等等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其实呢 拜登政府看到有这个工具 但是又觉得舍不得使用 这就是为什么 就是在这个通胀问题上 美国拜登政府 一直很难做到主要的原因 但是呢 这个事情对他来讲 实际上是越来越迫切了 毕竟还需要做一些事情 但是做什么事情 能够做到什么事情 其实呢 我觉得对他也是很为难 可以看看就是美国能够做什么 好 了解 一切杜平先生的点评与分析 那接下来呢 再次请悠悠带给我们 美国媒体的关注内容 悠悠 时间交给你了 好的 杨子 现在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美国媒体今天关注的重点内容 CNBC关注有关马斯克 收购推特的最新动态 马斯克10号出席一个 线上活动的时候表示 如果他成功收购推特 将撤销推特对前总统 特朗普的禁令 但马斯克也说 现在收购还没有完成 所以这不是一件 肯定会发生的事情 在特朗普的支持者 袭击美国国会大厦之后 推特在去年1月 永久封停了特朗普的推特账号 彭博社关注意大利总理德拉吉访美 美国总统拜登 10号在白宫会见了 到访的意大利总理德拉吉 讨论俄乌战争 协调两国对战争的回应 那德拉吉是俄乌开战之后 第一位访美的欧盟国家领导人 他表示俄乌战争 加强了意大利跟美国的关系 警告说这场战争将给欧洲带来剧烈的变化 把时间交换给香港 主播 好 也谢谢又有 带我们了解到今天美国方面关注的重点资讯 稍后回来带您关注更多消息 一会儿见 新竹中国共青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举行 习近平表示 青年命运同时代锦衣相连 习近平与马克龙通电话 双方就未来中法合作重点 以及乌克兰局势交换意见 王岐山在韩国首尔出席韩国新任总统就职仪式 并会见了新任总统李希悦 乌克兰表示 乌军已经发动了反攻 并从俄罗斯军队手中夺回了哈尔科夫北部和东北部的村庄 拜登就通胀发表讲话 将美国的高通胀归咎于新冠疫情 对经济造成的破坏以及文武战争 听过国会举行开幕典礼 王储查尔斯宣读政府施政纲领 脱欧自由法案也被纳入逆法一成 在关心天气 今天我们早上还上班的时候 香港也下起了大雨 雨还蛮大的 要特别提醒了 中央气象台在10号晚间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 也预计华南地区将会有持续性的强降雨 那么其中广东中北部和沿海地区 局地的降水量是超过了300毫米 而广州珠海以及澳门等地是宣布停课 截至10号的傍晚6点钟 广东省有4个县区是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 而广州全市中小学校幼儿园停课到12号 向外培训托幼托管机构停止服务 寄宿至学校做好在校师生员工的安全保障工作 受到洪涝的影响之下 广州铁路和深圳铁路部分的列车 11号到13号将会停运 而除了应急抢险之外 所有的建设工地户外工地是必须停工 倡导居家办公非必要不出行 而同时澳门珠海的中小学 以及幼儿园11号全日停课 逐江流域将会迎来今年入训以来 最强度最大的一次强降雨 而一连7天累计的降雨量最高可以达到400毫米 解放军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诗意表示 美国罗亚尔港号导弹巡洋舰10号过航台湾海峡 并且公开炒作 东部战区组织兵力全程跟肩警戒 而也批评美方频频姿势挑衅 向台独势力发出了错误信号 蓄意加剧台海紧张局势 而战区部队随时保持高度戒备 坚决反制一切 威胁挑衅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而另一方面 2022年是中国与荷兰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50周年 中国驻荷兰大使谭建接受凤凰卫视专访 就中和两国50年交往中取得的成果 给予总结 也对于未来两国双边关系的发展情景 给予展望 中国驻荷兰大使谭建表示 50年来中和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特别是2014年和2015年 中和两国国家元首成功实现历史性互访 两国领导人将双边关系定位为 开放务实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为两国关系发展奠定了建设基础 开启了中和关系新的历史篇章 我想2014年习近平主席对荷兰的正式友好访问 是一个重要的年份 是一个重要的节点 2015年 荷兰国王威廉亚历三大 也对中国进行了访问 两国领导人 把中和关系定位为 开放务实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我想这一个定位 是我们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的基础 也是一个明确的方向 回顾过去 还有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 所以我要感谢两国人民 包括我们桥界为中和友好合作 所付出的艰辛努力 访谈中谭建大使表示 荷兰和中国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 中国期待同荷兰携手 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 推动两国伙伴关系 取得更大发展 当然中和两国也有社会制度 政治体制的不同 发展阶段的不同 也有分歧 但是我想总的是 我们的共识大于分歧 而且两国没有根本的厉害冲突 我对中和未来的关系发展 我是充满信心的 因为我想有两国的高层的引领和推动 那么我们两国关系 一定能够保持持续稳定的发展势头 能够载上台阶 方卫视 李文维嘉欣 荷兰海牙报道 稍后回来带您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 一会儿接 二回来再关注股市 美股在周二是涨跌互建 投资者趁低吸纳 道琼斯工业指数早段曾经抽升超过了500点 但是有美联储的官员称 不排除单次加息0.75厘的可能 导致收市倒跌 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32160点 跌84点 跌幅为0.26%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11737点 涨114点 涨幅0.98% 标普白指数收报4001点 涨9点 涨幅为0.24% 详细先来看众纽约记者发回来的报道 我们来看星期二环 这股票市场走势情况 美股在周二早时开盘 呈现了一个小幅开课之后 全天是平盘震荡收盘时 三大指数是涨跌互建作收 道指仍然还是呈现跌势 而纳斯达克是跌深反弹 标普500指数是几乎平盘作收 实际上在过去这段时间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在大幅盘整 时候已经陆续损失了价值1.1万亿的市场资本值 而道琼斯平均工业指数早是开盘时呈现反弹 之后在民生型类股拖累之下呈现走低 而在星期二出现上升的一些科技类股 其中是有英特尔公司 微软公司 苹果公司 都是道指当中 深呼最大的一些大型科技蓝筹股 但是IPM公司则是成为道指当中 跌幅最大的一个科技股下降3.95% 摩根大通下降2.44% 整体金融类股也都是呈现走低的趋势 民生型类股在星期一一度 受到投资人看好的加德堡 以及沃尔马公司 在星期二则是下跌1%左右 据上表示 虽然是道琼斯平均国业指数 在周二升负一度是上探了500点 但是不排除这都是雄市反弹的迹象 所以声势无法持久 而且关键的是 在星期三即将公布的消费物价指数 据上表示8%是关键性的数据 如果超过8%的话 市场可能还会有大幅下跌的趋势 所以建议投资人保守观望 场外保守整理自己的投资组合 已经做好 迎接更进一步大幅下跌的市场的走势 时间长的收益率是呈现了2.98% 而油价下降2.99%是100美元一桶 黄金价格则是因为美元成为强势 所以受到投资人重量级的抛售 下降1%则1839.70美元一盎司所收 标普500指数 十一代行业股当中 深呼最好的还算是科技类股和能源类股 不断是金融公用类股还是重量级下跌作收 以上是星期二情况 富宏卫视旁者 那么现在市场对于环球经济的前景也感到很担忧 加上美元很强势 影响了购买力 国际油价在周二持续下跌 两大指标性的汽油都下跌超过了3% 也是连续第二天下跌 纽约6月汽油失手每桶100美元整数关口 而中场收报在99.76美元 伦敦布伦特的七月汽油则收报 每桶102.46美元 沙特阿拉伯能源部长阿卜杜勒阿奇茨就表示 近日成品油价飙升是前所未见 并且只需要清醒地认识到 世界正从各个层面耗尽能源产能 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 当地汽油和柴油的价格都升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当中汽油的平均价格升到了 每加轮4.37美元的记录新高 但分析师指出夏季的驾驶季节高峰还没有开始 之后燃油价格恐怕会进一步的上升 全球最大的芯片代工厂台积电就宣布 明年再度将产品提价 台湾媒体报道 台积电在周一通知客户 从明年1月开始将会上调芯片代工价格6% 但是这次调价的加幅比去年8月小 当时成熟制程芯片涨价两成 先进制程芯片则是加价7%到9% 报道也说台积电提出加价的理由是 通胀的压力和成本上涨 并且要满足自身庞大的资本开支计划 台积电董事会在日前通过了超过167亿美元的资本开支方案 用作扩充产能 财经的消息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经济日报的报道 是提到了中央昨天发出了利好消息维稳 内地股市游跌转升 而横指也是由原来的逾800点跌幅 收窄到了仅仅跌368点 收报19633点 大势成交1437亿元 那么蓝筹消费股润皮猛牛等第一位净谈 而中央的城市之下 北水加速永港单日涌入64.3亿元 连续两天吸资一共90亿元 中正间副主席王建军就说了 A股杠杆资金规模有限 各类风险因素可控 房地产平台经济还有规范 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等方面的积极讯号 有利于稳定预期 而他也继续说到了 要发挥市场内在稳定机制 会同国资委 工商联等鼓励上市公司回购 大股东增持 加大分红 支持上市公司 复工复产 并且推动 债市支持企业合理融资的需求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 欧乌冲突引发了全球的粮食安全 遭遇严重挑战 伊朗也不意外 最近的几周 伊朗的国内粮价飙升 引起了民众的愤怒 其实在半个多世纪以来 在伊朗这个大饼都是最低廉的主食 那价格从来都不是一个问题 但现在就连大饼也开始涨价了 这也成为了大问题 来看我们记者发回的系列报道 在伊朗 大饼是老百姓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 一直保持低廉的价格 政府给大多数手工制品作坊 发放面粉配额和补贴 花费巨资来维持大饼的低价 近半个世纪以来 大饼始终保持便宜的价格 是稳定社会的定海深圳 然而在过去几周 伊朗政府官员表示 受俄乌冲突影响 面粉价格在增加 政府不堪重负 决定要取消 对面粉加工业的政府补贴 这引发普通民众的忧虑 在过去几周 面粉大饼等基本食品的价格 大幅上升 面粉和大米的价格 上涨了120% 食品用油价格上涨了6倍 民众苦不堪言 自2018年美国开始对伊朗重新实施制裁以来 伊朗的通胀一直在30%以上 但目前受烏克兰局势影响 基本食品的价格上涨更快 这引起一些保守派议员的担忧 认为 大兵掌架就是等于让国家安全 出于危险境地 每个地方的状态都会出现 因为国家的状态都会出现 但现在由于监洞和监洞 因为俄罗亚和俄罗亚都能保持 这两个人都能保持 面对巨大的批评声 伊朗第一副总统 穆赫贝尔向民众表示 手工大饼到年底前都不会涨价 现在伊朗人的主食 大米的价格现在每公斤约合4美元 一个大饼价格约合4美分 根据劳工部的数据 伊朗人的平均工资相当于每月150美元 大饼通行粉这些都是普通伊朗人 日常生活中最常吃的食物 这些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涨 必然会给普通工薪阶层 带来更大的生活压力 而这往往是引发民众抗议 社会动荡的导火索 南西政府如何谨慎地处理 这一名声问题 也是对他执政能力的考验 防卫室 郑卡里木森 德海兰报道 稍后回来带您继续关注 一会儿见